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频繁的经验到特殊时刻 在这些时刻中 他们从自己熟悉的自我感 熟悉的世界观中 觉醒过来 进入更大的史相中 这个境界 远远超越了他们所熟知的任何事物 这些觉醒的经验因人而异 在有些人身上 觉醒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而在其他人身上 觉醒得非常短暂 它可能稍纵即逝 但是就在那个瞬间中 整个自我感消失了 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突然改变了 他们发现自己与世界之间 不再有任何分离感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 比作从梦中醒来 在从梦中惊醒之前 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 大部分来找我的人 都在寻求这些深层次的灵性觉悟 他们正试图 从自己想象出来的局限 孤立的自我感中觉醒 这种渴求 是所有灵性追寻背后的动力 为我们自己 去发现内心直觉中的真相 生命 不只是我们表面上 所看到的样子 它蕴藏着 更深的奥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越来越多来找我的人 已经瞥见了这个更大的事项 本书的教导 正是为他们而写的 在传统上 我谈论的这个探索 被称为灵性觉醒 因为一个人从自我头脑 所营造的分裂之梦中 觉醒过来了 我们认识到 通常是在相当突然的情况下 我们的自我感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这个自我感 是我们的想法 信念 与意象所造成的 它无法界定我们 它没有中心 自我或许以一系列转瞬即逝的想法 信念 行动 与反应的形式而存在 但是它自身 并没有身份 其实 我们对自己 以及世界的所有看法 只不过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抗拒 我们所称的自我 不过是一个头脑的机制 用来抗拒生活的本来面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自我并不是一个东西 而是一个动词 它是对事实真相的抗拒 对于事实真相 它要么推开 要么拉拢 这种趋势 这种紧抓与抗拒 形成了一个 与我们周围的世界相互分离的 自我感 随着觉醒的降临 这个外在世界开始瓦解 一旦我们丧失了自我感 那种感觉就像是 我们丧失掉 自己曾经熟悉的整个世界 在那一刻 无论那是对实相的惊鸿一瞥 还是更持久的觉醒 我们突然 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我们的真实自信 根本不是那个渺小的自我感 不是那个我们一度 自以为是的自我 觉悟到真理或实相 是一件很难谈论的事情 因为它完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探讨 通往真理之路上的路标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 来带阔觉醒的经验性知识 便是 觉醒是一个人之间的转变 这是觉醒的核心 一个人的之间 从把自己看成一个孤立的个体 变成了把自己 看成某个更普遍的存在 同时是每一个事物 每一个人 每一个地方 如果说 在这个转变发生之后 我们还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感的话 这个转变 不是什么巨大的变革 它就像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照镜子 本能地知道 你正在看的那张脸 是你的 它不是什么神秘体验 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体验 当你看着镜子时 你单纯地认出 哦 那是我 当我们称之为觉醒的之间转变发生时 我们把感官所接触的一切都视为自己 这就像是 对于我们碰见的每一样事物 我们都想 哦 那是我 我们不是从自我 从分离的某个人 或某个实体的角度 来经验自己 那是一种 通过一体自信 或灵性 认出自己的感觉 灵性觉醒 是一种意气 它不是变成我们所不是的某样东西 它不是转变我们自己 而是意气我们的真实自信 就像我们早就知道它 只是暂时忘记而已 在一起的那一刻 如果那个记忆是真实的 我们并不把它视为一件个人的事情 事实上 根本不存在个人觉醒这回事 因为个人的这个概念 就意味着分离 个人的 意味着觉醒或开悟的 是我或自我 在真实的觉醒中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甚至连觉醒本身 也不是个人的 是普遍的灵性 或普遍的意识 觉醒到了 他自己 不是我觉醒 而是我们的真实自信 从我中 觉醒过来 我们的真实自信 从求道者这个身份中 觉醒过来 我们的真实自信 从追寻中 从追寻中 觉醒过来 试图给 意义上来说 超越所有的想象 我们的真实自信 持绝地参与 持绝地参与所有的经验 清楚地意识到 每一个瞬间 每一个时刻 在觉醒 在觉醒状态中 我们认识到自己 既不是一个人的身份 我们的真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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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无法言说 无法解释的东西 持久与短暂的觉醒 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 这个觉醒的经验 可能只是惊鸿一瞥 也可能持续一段 比较长的事情 现在 有些人会说 如果觉醒是短暂的 那么 它就不是真正的觉醒 有些人相信 发生真实的觉醒之后 你的知见 将向事物的真相敞开 永远不会再度关闭 我能够理解这种看法 因为实际上 整个灵性旅程 确实会把我们 带向全然的觉醒 全然的觉醒 意味着我们时时刻刻 从灵性的角度 从合一的角度 来看待事情 从这个觉醒的角度来看 无论哪个地方 都不存在分裂 无论是世界 宇宙 还是所有宇宙中的 每一个地方 真理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遍布所有维度 属于所有众生 真理是我们 所能经验到的 万事万物的源头 在这一生 或下一生 在这个维度 或其他任何维度 从终极的角度来看 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无论是存在于 较高或较低维度 这里或那里 昨天 今天或明天 都是灵性的展示 是灵性本身在觉醒 所以 其实 每个人 无论他知道与否 都处在通往全然觉醒的轨道上 通往全然觉醒的知道 通往全然的经验 他的真实自信 通往合一 通往一体境界 觉醒的那一刻 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 带来永久性的冻结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 有些人会告诉你 除非觉醒是永久性的 否则它不可能是真的 作为一位灵性导师 我所看到的是 一个透过二元性的眉目 对十项有过惊鸿一瞥的人 与处在永久性 持久性觉悟状态中的人 看到和体验到的 是同一样东西 一个人暂时体验到它 另一个人 持续地体验到它 但如果那是真实的觉醒的话 它们所经验到的东西 是一样的 万事万物 都是一体的 我们不是位于某个 特定空间里 特定的事物 或特定的人 我们的真实自信 同时既是万事万物 又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的看法是 某次觉醒是短暂的 还是持续的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存在着一个灵性的轨道 在一个人 能够持续地 从真理的角度 看待一切事情之前 她的心 是不会彻底满足的 但是无论持久与否 她所经历的 都是觉醒 这种对觉醒的 惊鸿一瞥 我把她称为 短暂的觉醒 这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她有可能 持续一瞬间 一个下午 一天 一个星期 或者长达一两个月 意识豁然开朗 孤立的自我感 逐渐瓦解 然后 就像相机镜头上的光圈 会突然关闭一样 意识又再次闭合 突然间 那个之前曾体验过 真实的空性 真实的一体境界的人 现在惊讶地发现 自己又回到了 二元性的梦境状态之中 在梦境状态中 我们又回到了 受制约的自我感中 一种受局限的 孤立的存在感 好消息是 一旦这种清晰的洞见 真的发生了 意识的光圈 永远不会再度 完全闭合 有时候表面上看来 它好像已经 完全闭合了 但它永远不会 你心灵最深层的部分 永远都不会忘记 觉醒的经验 哪怕你只是在瞬间 对实相有过惊鸿一批 你内在的某个地方 已经永远改变了 实相是原子能 它威力惊人 不可思议 人们或许 只对实相有过惊鸿一批 整个过程只发生 在弹指之间 由此而进入 他们身心的能量与威力 却足以彻底改变 他们的生命 短短一瞬间的觉醒体验 足以使一个人 虚假的自我感 以及由此而来 对世界的全部看法 土崩瓦解 觉醒并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 确切地说 谈论我们在觉醒之际 失去什么 要比谈论得到什么 更为有用 我们不仅失去了自己 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自己 还失去了我们所看到的 整个世界 分离 分离 只是一种感觉 事实上 说到我们的世界 除了感觉以外 别捂它捂 你的世界并不是你的世界 它只是你的感觉 所以 尽管刚开始这听上去 或许有点负面 但我认为 从我们失去什么 我们从什么东西中 觉醒过来 这个角度来谈论 灵性觉醒 更为有用 这意味着 我们所谈论的 是我们的自我意向的瓦解 而一个人之所以在 觉醒之际惊恐万壮 正是因为我们以前 所认为的那个自己 开始分崩离析了 而这 确实令人恐惧 它完全不是我们之前 所认为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一个学生 跑回来跟我说 你知道 阿迪亚相提 我透过分离的帷幕 瞥见了石像 它跟我心目中 设想的样子非常像 它非常符合 我曾经接受过的教导 通常 学生们回来跟我说的是 这完全不是 我想象的样子 这一点特别有意思 因为在我教导的学生中 许多人已经 灵修好多年了 他们通常对觉醒 会是什么样子 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看法 而当觉醒发生时 它总是跟他们所期待的样子 有所不同 在许多方面 它更宏大 但是在许多方面 它也更为简单 事实上 如果觉醒是真实不虚的话 它必定与我们的想象 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 我们对觉醒的所有想象 都产生于梦境状态的范畴内 当我们的意识 还在梦境状态中时 我们不可能想象出梦境状态之外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样的 觉醒之后 你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觉醒之后 我们看待生命的方式 会发生彻底的转变 或者至少是转变的开始 这是因为 尽管觉醒非常美好 但它常常会带来一种困惑感 尽管你作为一体自信已经觉醒了 但你的整个人类结构 你的身体 你的心智 你的人格 依然存在 从这个人类结构的角度看来 觉醒往往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经验 所以 我想探索的是 觉醒之后的那个过程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 只有在极少数人身上 觉醒的那一刻是彻底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终极的 不需要一个继续化解的过程 我们可以说 这些人的夜暴非常轻 就算他们在觉醒之前 经历过极大的痛苦 但还是可以看出 他们的夜暴 和需要处理的制约 并不是很深 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在一代人的时间中 只有少数几个人 会以这种方式觉醒 他们不再需要经历 进一步的化解过程 我一直以来都在告诉人们 不要指望那个人是你 最好相信你和其他人一样 也就是说 在最初的觉醒经验之后 你还会经历一个化解的过程 它不会是你临线之旅的终点 我试图在这里做的是 在你踏上这个旅程之际 为你指出一个 或许有用和目标明确的方向 正如我的老师过去经常说的那样 这好像当你刚刚把脚踏在了前门上 而这并不意味着 你已经点亮屋里的灯了 它并不意味着 你已经学会如何在你所觉醒到的 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 自由穿行了 我非常高兴这本书 让我有机会阐述这个主题 觉醒之后会发生什么状况 书里的内容 是来自我过去所做的一系列讲座 现有的关于觉醒之后的生活 这方面的讯息 通常是不公布于众的 它往往只在灵性导师 与学生之间心口相传 这个做法所带来的问题是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 现在有许多人 正在经历这些觉醒的时刻 而他们所能获得的 清晰明了的教导非常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写这本书 是为了迎接那个新世界 那个全新的合一境界 有些读者可能会在心里想 不 我还没有瞥见过实相 我认为自己还未觉醒 其他人或许不确定 自己所经历的是不是觉醒 在这里 我想要专门对这些人说 无论你处在灵性之旅的哪个阶段 我相信本书所提供的讯息 都是有用的 因为事实证明 觉醒之后发生的事情 与觉醒之前发生的事情 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 觉醒之前 与觉醒之后的灵性过程 并没有什么大不同 只不过 在觉醒之后 你可以开始 从一个不同的视角 来看待这个过程 你可以想象 其中一个是鸟看式的视角 另一个则是从地面仰视的视角 在觉醒之前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分裂孤立的人 拥有一个特定的身体 活在一个与我们相分离的世界中 觉醒之后 我们还是活在那个世界中 只不过 我们知道自己 不再受特定的身体 或人格的局限 我们与周围的世界 并不是分离的 另外需要了解的一点是 我们并不会 仅仅因为有过一次觉醒的经验 从此以后 就再也不会受 错误之间的影响了 就算我们从 一体境界的视角 来看待万事万物 特定的情节 与制约 还是会继续留存在 我们的心智中 觉醒之后的灵性旅程 是一条 化解我们身上残留的情节的道路 因此 它与通往 它与通往觉醒的道路 化解我们特定的错觉妄想 特定的紧缩倾向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区别在于 觉醒之前 我们的人格结构感觉更沉重 更紧密 因为我们的整个身份 被各式各样的制约 层层包裹 觉醒之后 我们知道自己的身心系统 所受的制约 不是个人性的 知道他们 无法界定我们 了解这个知识 这个活生生的真理之后 化解我们的幻觉 就变得更加容易 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 所以 无论是觉醒之前 还是觉醒之后 我们在灵性层面所做的事情 其实极为相似 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去做的 觉醒之前 我们是从分裂的角度出发 而觉醒之后 我们是从一体境界的角度出发 但是我们实际所做的事情 风法与过程本身 非常相似 你可以说 它们只是发生在 不同的层面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即将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探讨的所有内容 几乎适用于 你所在的任何层面 你可以把它们 转移成自己的经验 正如我经常 对我的学生们说的那样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教导 当成绝对真理 因为试图用语言来描述真理 是一个傻瓜玩的游戏 这是我们在觉醒之前 经常采取的做法 我们把真理 变成某些概念 然后对这些概念 深信不疑 所以 我只是教导策略 而不是教导 某种神学或哲学 我提供给你的 是获得觉醒的策略 以及帮助你 应对觉醒之后 会发生的状况的策略 我说的所有话语 只是起到指路牌的作用 禅宗里有句俗语 不要把指向月亮的手指 当成月亮本身 这句话 我们或许已经听了不止一百遍了 但我们还是会 一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尽管我说许多言词 描述觉醒的背景 使用特定的比喻 我要求你记住 你必须亲自领悟 我所教导的一切 你必须亲自实践 才能知道 它是真的 我所说的任何内容 都无法替代你对 自信真实直接的体验 你需要质疑一切 并愿意停下来问自己 我真的知道 我自以为知道的事情吗 还是我只是吸取了 其他人的信念与意见 我到底知道什么 我想要相信什么 我能完全肯定些什么 我能完全肯定什么 这是一个威力无比的问题 当你深入地问这个问题时 它足以摧毁你的整个世界 它足以摧毁你的整个自我感 你会发现 你对自己的所有看法 你对世界的所有看法 全都建立在假设信念与意见之上 你之所以相信它们 只是因为别人曾经教你 或告诉你它们是真的 除非我们开始认清这些虚假之见的真面目 否则我们的意识就会一直被囚禁在梦境状态中 同样的 只要我们允许自己认识到 天哪 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我不知道世界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我们内在的某些东西 就会开启 当我们愿意迈入未知 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中 不逃回到熟悉的事物中 去寻求保护或舒适时 当我们愿意坚定地 站在扑面而来的狂风中 毫不退缩时 我们就能最终面对真实的自己 觉醒之后 继续探索 我能完全肯定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 仍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工具 问自己这个问题 有助于化解各种局限与观念 以及固着倾向 觉醒之后 所有这些东西还会继续存在 因此 无论你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多远 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有意愿在内心坚定地站起来 用这个问题拷问自己 并且以开放诚实的心态 面对你所发现的一切 你的觉醒 以及你觉醒后的灵性生活 全都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